10月28日凌晨,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 在他们位于旧金山的家中遭到一名袭击者垂击,严重受伤 国会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82岁的保罗·佩洛西已接受住院治疗,但有望完全康复 佩洛西的发言人汉米尔表示 今天凌晨,一名袭击者闯入旧金山佩洛西宅地 暴力袭击了佩洛西先生,袭击者已经被拘留 袭击动机正在调查中 他表示,佩洛西先生已被送往医院 在那里他得到了很好的医疗照顾,预计会完全康复 声明中写道,议长和他的家人对急救人员和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并要求在这个时候保持隐私 国会大厦警方则表示,他们正在协助联邦调查局FBI和旧金山警方 联合调查佩洛西在加州的住宅被非法闯入一事 据悉,佩洛西本人在袭击发生时不在旧金山 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包括嫌疑人如何闯入他们家 保罗·佩洛西是如何被袭击的 但是知情人士称,袭击者从房子后门闯入 由于议长佩洛西不在,房中没有额外的安保人员 根据报道,保罗·佩洛西被针对,遭到一名男性袭击者 用一把锤子重击,头部和身体受到钝气伤 他因瘀伤、严重肿胀和其他伤情正在接受治疗 这一事件发生在距离2022年中期选举不到两周的时候 犯罪和公共安全已成为美国人最关心的问题 2021年,国会警察调查了大约9600起针对国会议员的威胁 近年来也有议员遭遇暴力袭击的事件发生 2011年,前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吉福兹 在图森市一家杂货店外的活动中头部重担,半身瘫痪 2017年,一名枪手在共和党国会棒球队训练时开枪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人斯卡利斯严重受伤 保罗·佩洛西是一名富有的投资者 他经常在华盛顿的正式活动中陪伴在南西佩洛西身边 他们有5个成年子女和许多孙辈,两人已结婚59年 今年8月,保罗·佩洛西承认在酒精影响下开车造成伤害 由于5月28日在旧金山北部纳帕县发生的撞车事故 他被判处5天监禁和3年缓刑 全民便宜 的